注意看蛋仔岛恐龙牧场中的龙蛋 它们非常奇怪 它们都是没有孵化出龙宝宝的龙蛋 但是有一种方法 可以让恐龙牧场中的龙蛋 立刻孵化出龙宝宝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龙蛋被官方大大隐藏在了恐龙牧场 如果你也去过蛋仔岛的恐龙牧场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每一颗龙蛋都是有生命的 它们并不是死蛋 被举起来以后 它们会发抖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把这些龙蛋放到火上烤 它们也是孵化不出来龙宝宝的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在火上烤的龙蛋 它们不是死蛋 它们还会动 那么用什么方法 才能让这些龙蛋立刻孵化出龙宝宝 我和学姐发现 只需要使用暴龙仔灾的号角 砸一下就可以 小伙伴们你们看 暴龙仔灾就是这样被砸出来的 砸住它的蛋以后 它才出来 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暴龙仔灾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所以说暴龙仔灾 之所以能来到蛋灾岛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号角 砸住了它的蛋 让它孵化了出来 所以说恐龙牧场中的蛋 想要孵化出龙宝宝 必须让暴龙仔子的号角 砸一下蛋壳 才能孵化出龙宝宝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